大家好,这里是培尼学舌纳,我是培老师 今天我们抽出来这么一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舌纳的这个执法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 很多的朋友还是问我 这个舌纳执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这么样吹 能不能这么样吹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种最科学的方法 首先就是我们确定了舌纳是八个孔 八个孔我们的左右搭配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左手我们用四个手指 左手的大拇指按住后面的孔 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都是用了你的 第一关节的指度 按了 然后后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下面的这四个孔 下面的四个孔的时候 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过 这三个手指用第二关节 这个用第一关节 很多的朋友还是不理解 那怎么样是最科学的呢 你看我们的这个手长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小拇指是最短的 其实是无名指 和中指 还有师指 这三个手指相对要长一些 小拇指要短一些 我们首先要照顾到这个小拇指 他够不着的情况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小拇指放上 小拇指放平了之后 其他的手指 依次的 把其他的孔按上之后 这就是最舒服的一个手型 因为每个人的手指长短不一样 有的人小拇指可能长一点 他这样 他这样就能够到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呢 正常的 就是小拇指先放上之后 其他的手指依次按上 这就是最舒服的手型 我们要求手指放平 手型放松 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最后一切的手指 打出了 虚拇指